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从习近平不惜打烂千多万从业者的饭碗 也要清理教培机构 并直接导致成千上万 甚至包括美国的养老基金也被重创的时候 都意味着这种文学期已经结束 但可悲的是 无论是官方机构 民间投资者 还是华尔街的大佬他们 都未能迅速从重创当中醒来 相反有足够多的证据显示 他们更愿意轻信中共官方的说辞 但对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来说 华尔街的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異常危险 如果他们对几十年前那场涉及人命无数的公私合营 有一些了解的话 可能都不会这么草率 在那场彻底毁灭中国市场经济运动的前期 为了避免上海数百万人陷入饥荒并引发全面的反抗 党国用尽了所有的甜言物语 让资本家他们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 调制物资 达到平抑物价和确保社会稳定的目的 但危机过了 这些资本家就惊讶感发下 他们必须无条件交出所有的财产 美其命就是公私合营 党国的做法简单明了 就是你要钱还是要命 当然事实证明 上海滩里面的很多人 即使是交出了钱 最后也未能保住条命 从海航 潘石厄 还有恒大的案例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党再次制起了这个必杀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的班底作出这么大胆的尝试 其实也就是他们战略调整的开始 也就是说 在习近平看来 之前邓小平和力任继承者所坚持的 施而长计以制而借鸡生蛋的战略 可以玩完了 在他看来 当党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可以笑傲 除了美国之外的列强之后 彻底掌握华语权和所有交易的定价权 当然 俗称是斗争的哲学 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种斗争为中共本身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但同时也意味着华尔街众多大佬他们一厢情愿的低微信眼 可能会以无数美国投资人的血本无归收场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习近平和他班底的底气 他们坚信西方社会离不开自己 他们只能选择屈服 很不幸的是 从整个欧美在中共粗暴占领香港上的虚证表现 习近平和他的班底似乎正在变得更加自信 这令人不寒而律 除去最基本的得失计算 我们也需要回到商业自身的道德逻辑 早在几千年前的论语就严厉警告说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继孔子之后 后人也反复告解 成是天道 信是人道 堂堂华尔街 如果既不遵天道 又无是人道 只为几斗米就无事从新疆到香港民众的血泪 这样 这些生意还是不做也罢 通俗地说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每一个铜板 都带着新疆人 香港人 甚至是中国港大底层民众的血 当然这一切似乎正在改变 随着习近平的持续撒赖 华尔街也一再被打脸 我只是希望 面打肿了 希望他们也醒了 以上是火山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爱情文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爱情文